哈哈哈哈 好冰好冰 好冰 欸 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過 禮拜天玩笑天 Sunday Fun Day 大家今天是禮拜天 在布拉格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去 瀏覽一部分的布拉格 聽說是很特別 今天應該也會去一下啤酒SPA 我好期待 今天是可以去 大家 我覺得這條路有一點像哈利波特的那條路 就是在買那個 貓頭鷹 貓頭鷹的時候 是不是很棒 我覺得旁邊一直有幫我翻譯的朋友們 牡丹九樓 那八樓是什麼 其實我有笑 我覺得蠻好笑的 這是說玩笑天嗎 不是玩笑天 對 其實是玩笑天 今天就是玩笑天 禮拜天玩笑天 然後可能大家很多人會說 喔 美根在哪裡 禮拜天玩笑天 為什麼沒有美根 因為她在台灣 她沒辦法來 因為她要工作 反正我覺得每次來歐洲或者不同的國家 然後突然間看到一個中國餐廳 就覺得 哇 好奇怪 有一點不想要去吃 會覺得 回台灣就可以吃更好吃的 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 那個女的 拜拜 拜拜 嗨 大家 那待會見 待會見 其實現在問題是 他們聽不懂這個遊覽 所以我其實是蠻想要駕馭 因為聽說這個遊覽是蠻酷的 所以想要體驗一下 結果我們現在在遊覽的時候呢 旁邊好像有德國的電視台 還是什麼 想要弄一個好像旅遊節目 所以我是要上德國的電視嗎 好嗎 好 我們那個遊覽結束 可能不會太推薦 所以其實現在主要是想要走回去城市裡面 聖傑還有嘟嘟跟他們一起會合 然後就可以終於去那個啤酒的SPA 那想說離我只有兩公里而已 其實今天天氣很棒 可以走路 而且順便可以看看布拉克 真正的這個城市 因為我沒有在市中心 就已經覺得很特別 因為你看這個地方 今天好像是有什麼特別的活動嗎 在這個公園 這個真的太漂亮了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真的有在走路 本來想說可以Uber回去 但是不要Uber回去 走路才可以看到真正的城市 好 其實剛剛聖傑跟嘟嘟打給我 他們想說現在集合 所以我就直接走過去 跟他們會合去Beer Spa 但是 這個景 這個景 非常讚 非常讚 OK 我找到了 就在這裡 玩笑天 OK 大家還記得以前 劉沛Tip嗎 就是說先預約好 結果 我們沒有用我自己的Tip 沒有預約好 怎麼辦 第一家 失敗 看看第二家 好 我們現在找到第二家 就在旁邊 希望希望 好 呃 那個第二家 好 呃 那個第二家 沒有 搭哪一間 他說是 呃 今天沒有 明天有 三點鐘 就跟這家一樣 所以今天是禮拜天 我們是玩笑天 哈哈哈哈 嗨 今天有空間嗎 嗨 今天有空間嗎 是的 7點鐘 太棒了 我會再見 拜拜 先跟他訂吧 反正我跟他說 那我們可以現在過去跟你訂嗎 他說可以 所以GO GO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啤酒Spa 他就說 欸 那因為你們提早來 要不要先坐一下 那坐一下的時候 你們要不要先喝個啤酒 想說 好吧 先喝個啤酒 好期待可以體驗 耶 YES! YES! Oh my God Yeah This one is ready And this one is not Because I wanted to show you OK And we add the mixture of melt and hop Here you have two types of beer 兩種啤酒 黑的跟白的 When you push It's a beer 你按的時候是啤酒 厚的時候是那個泡泡 Oh So you mix 所以你可以混 Oh yeah just pour it in whatever Yeah it's just the beer you know That's awesome Perfect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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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check 大家 我們現在進來到我們專屬的 Private的房間 那有 我覺得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可能會有一點害羞 要在他們兩個面前在這裡 我覺得 怎麼辦 解釋一下給你們聽 所以剛剛呢 他幫我們倒的是 啤酒跟熱開水 那他放裡面的東西是Hops 應該是Malt Bar 或者Hops 這三個 這些是釀酒的時候 是需要用的東西 所以就直接放進去 然後待會他會把 那個裡面的Jacuzzi的 泡泡的那個水開起來 他說呢 大概可能半個小時到35分鐘 這樣泡 他怕你會過熱 或者會喝醉 喝醉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床上休息一下 他說休息大概10分鐘15分鐘 就可以再進去一下 這樣一直泡 泡完 他說 大部分的人 他們其實不想要洗澡 因為他們覺得 想要保留那個啤酒的那些東西 在你的身體上 所以我覺得我待會弄完 我應該不會想要洗 欸 你們在 不好意思 你在我的Vlog裡面脫衣服嗎 對啊 沒關係 我可以嗎 賽克 對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 一起體驗Bear Spa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這裡旁邊 是有兩種啤酒 黑皮跟 算是比較清爽的一個 是喝到飽 期待 對 皮膚非常的好 對 其實是 我們其實有大杯的 然後也有小杯的 然後呢 大杯是怎麼用 直接倒進來 好 那所以小杯當然是那個嘛 就 全都是 好冰好冰 好冰 欸 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過 好奇怪喔 真的好奇怪啊 好冰喔 我要幫忙 為什麼都是泡沫 大家 其實我忘記跟你們說 捷克是全世界 平均喝啤酒最多的國家 覺得是因為他們可以喝到飽 對 大家都愛喝到飽 所以 而且很多啤酒不是用喝的 主要就是 啤酒SPA 所以你放進去 其實是為了 放在你的身體上 就是溫泉的感覺 然後 因為是幫你保容你的皮膚 我覺得 我現在就是想要好好享受 想要好好體驗 所以 呃 不知道我會喝多少 那如果喝太多的話呢 那就明天見 如果 如果還OK的話 待會見 結果我那天 可能真的 喝到忘記弄個結尾 當然未成年不可以喝酒 我現在剛好在高雄 如果你們有關注我的IG跟FB的話呢 你們就知道 我跟我弟 來做一個兄弟之旅 另外我知道這個晚來的 但是聖誕節快樂 大家 希望你們的聖誕節非常好 很快就有過年 這一次我弟來 跟他一起去台中 台南還有高雄 可能再過幾天編輯完 就分享給你們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 記得訂閱 就可以看到最新影片 當然會有更多 台灣比歐洲大勝 當然會有更多 游沛 歐洲 你最棒 記得按你的燈 天啊 你們也太誇張了 你們也太誇張了 欸 屁有這麼大 耶 耶 哈哈哈